看到大车要通过BMW赶紧减速 不料还是发生悲剧 头过身体没过 线勾架一声声被扯断 PO直接喷了过来 完全闪不了 砸到荡风玻璃 地点就在新北市新装受闪路 连夜车车斗上的物品过高 壮断线高门架 照射的线性驾驶工程 前一晚在新竹家中喝了12瓶的啤酒 离谱旧驾上路 这一事物不只造成BMW受损 现场还塞成一团车道完全无法通行 开车没在看路的 还有细致证明女驾驶 通过交叉路口修律车没有减速 先是撞上轿车却没有停下继续开 行驶约400公尺后 红灯没有杀住 望迁推撞前车屁股 发出巨响 直到撞击一座车灯还直接坏掉 变成独眼龙 时刻继续往前行 一路偏移到对象 当时女驾驶在两名朋友 本来要去开场 头上却连撞两车 开心的气氛瞬间变掉 离谱乱撞的也在新装上演 价值300万的阿法 开着开着越来越偏 下一秒 碰碰碰碰碰 路边机车就像暴龄球全被挤落 电线杆也被撞断 吓得后方骑士赶紧往左闪 差几公分就被飞出的电线波及 超市景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驾驶为了捡脚踏地上的面包 才会失控偏离 六辆机车全被撞飞 量祸害得自己将面临高额的赔偿费用 料理层对这新辈子报道